政府拼一房价的措施纷纷出龙 但是最大的敌人恐怕不是建商 而是那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 全台北市来讲呢 学区房价涨势惊人 不在新一区也不在大安区 而是在这个台北市的文山区 我们知道像木炸的万兴国小 他的周边有政大附中国中部 明星国中的加持 这三年来房价飙飙飙 那么光是万兴国小周边呢 一平从40万出头 现在一路涨到了将近60万 涨幅高达39%是全台之冠 所以说孟母三千 明星学区附近房价涨幅也最惊人 像台北市万兴国小靠近政大附中 过去三年房价累积涨幅将近40% 台北市木炸万兴国小 有政大附中国中部加持 双学区宅新以一群现代孟母抢进 周边房价涨翻了 就是因为家长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要来这里设计念小学 抢拿政大附中入场卷 很多都是为了学区 然后转到这边来 虽然在少使化的这个趋势之下 那万兴国小这几年都在持续的征班当中 因为他升国中可以直接的进入到 北镇国中跟政大附中 这两个大家都非常受欢迎 三年来万兴国小周边从一瓶40万出头涨到57.6万 涨幅高达39.8%是全台北市值观 甚至超越信义区 因为政大附中国中部一届只有一百多个名额 三多周少 按照涉及顺序录取 以去年状况涉及五到六年以上才有机会 两年以下根本不可能 但北市京华区学校入住门槛高得吓人 信义区博爱国小学区平均96.7万一瓶 是全台最贵大安区新生国小学区紧追在后 也苦了这些挖空心思千户籍的家长们 中天新闻五家文林一节台北赛访报道